最新AI大模型DeepSeek超越ChatGPT 今日有国内的AI公司DeepSeek在网上爆红 除了其人工智能助手应用 更在多国的应用下载排名榜成为第一 主要原因是因为DeepSeek只用了约560美元万美元 这合约HK4300美元万港元开发的AI大模型DeepSeek R1 性能竟然可以媲美花了数十亿元美元开发 被誉为当今最强的OpenAIO一大模型 而且DeepSeek受制于美国的出口禁令 DeepSeek R1智能应用效能较低的NVIDIA H800晶片 更只用了2000张 设计目的是遵守美国2022年发布的出口管制措施 令投资者怀疑开发AI应用及服务 是否需要更多及更高效能的AI晶片 因而令NVIDIA单日股价跌近17% DeepSeek成立于2023年7月17日 创办人为梁文峰是一家创新科技公司 据马来西亚的东方网报道 DeepSeek团队不大 约只有140人 当中人才都来自清华、北大、北航等顶尖大学的 英届博士毕业生及在学生 据说并没有海归的海外留学生 只重用国内本土人才 在2013年梁文峰与浙江大学同学徐静 成立杭州雅克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加强量化投资 2015年成立了杭州幻方科技幻方有限公司 致力于透过数学与人工智能进行量化股票投资 2016年幻方推出了首个基于深度学习的交易模型 并实现了所有量化投资策略的AI化转型 或许就是DeepSeek的雏形 2018年幻方正式确立了以AI为核心的发展策略 并在2021年资产管理规模突破千亿 跻身国内量化私募领域的四大天王 并曾公开拥有万张NVIDIA A100晶片 2023年梁文峰就是评级在幻方AI炒股获得的资金 创立DeepSeek收益股份比例超过80% DeepSeek在2024年5月 已经发表的一款名为DeepSeek VR的开源AI模型 将AI推理成本大幅下降 并在国内开启了AI大模型价格战 所以DeepSeek在国内被称为AI界拼多多 之后DeepSeek就是在2024年12月 发表了DeepSeek V3开源AI模型 并在2025年1月公布DeepSeek R1 成功做成国际焦点